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你最喜欢的颜色,为你画一幅画吧 为了执行方舟计划,格雷修独自一个人在宇宙中漂泊了很多年 如今她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家的面前 怎么说呢,让我感觉就像独自出行的女儿 过了很多年突然回到了家里 看到她成熟的外表可能会让大家感觉有一些陌生 但是像以前那样安静的性格又让人感觉很怀念 相较于其他英杰,格雷修的经历或许没有那么跌宕 甚至可以说有些平静过的头 浩瀚深邃的宇宙在她眼中有斑斑的色彩,却也鲜有回应 大部分时间她都是担任着一名旅行家的角色 去见证,去想象这颗星球上曾经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设计的时候就在想,虽然独自在宇宙中旅行 但是她纯白的底色是不会变的 为了行动方便,她也会在衣服上挂一些旅行用的小道具 比如说像星盘,天文望远镜这类的 身上还有方便记录见文的画笔 跟以前相比,她的发饰将头发的一侧别了起来 或许在这一段旅途中,她无意间慢慢地靠近了父母的身影 这场漫长的星际旅行,让格雷修获得了成长 如今,她不再是那个走路都会酿枪,需要被骑士先生保护的小女孩 她将拿起新的武器,形成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战斗风格 为什么会是光剑呢?这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在启程之前,维尔威曾经赠与过她一柄外形为钢笔的激光剑 而且在方舟上装载了许多影视作品 在一遍又一遍的观看中,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 用光剑战斗实在是太酷了,这不愧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 所以她找到了那柄光剑,学着电影的样子 一遍又一遍练习起了其中的招式 这次我们尝试将格雷修的钢笔和光剑结合了起来 钢笔给人一种锋利和成熟的感觉 结合光剑的帅气,让这个武器跟长大后的格雷修更加匹配 我们给予了她这样极富有星际元素的武器 于是突出星际元素这一概念就成为了我们设计的灵感来源 长大后的格雷修作为首个星辰属性的角色登场 那除了全新的属性克制关系之外 我们还为她设计了星陈化技能 在应对星陈属性的敌人时将发挥奇效 让她更加轻松化解各种危机 这段星际探索很漫长 而在此期间格雷修自学了一些简单且实用的键术技巧 战斗的时候她无疑是沉稳可靠的 一套动作下来高压且简洁但进攻性极强 她手中的光剑可以在单剑与双头剑之间来回切换 单剑灵活且利落 而双头剑迅速且攻守兼备 使得格雷修的攻击几乎没有死角 在必要时光剑也可以将敌人的攻击弹开 作为化解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 星际的元素不仅仅是光剑更有星陈宇宙 因此我们将宇宙中飞行的星体也融入到格雷修的必杀技之中 开启必杀技后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 随后格雷修与自身的剑技引爆陨石 从而重创敌人 小光 超明 闲暇之余 格雷修依然习惯安静与独处 她也会像小时候一样拿起画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除了外表的变化 格雷修和过去的自己没有多少区别 虽然按照心中大人的样子 为自己制作了全新的战衣和战靴 但她还是更习惯光脚踩在方舟的地板上 许多成年人在意的事情 但她眼中似乎还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寻找火种燃起的土地并不容易 但也正是这样 她逐渐体会到了文明的珍贵 那些懵懂的情感随着时间变为一种逐渐明朗的使命感 最终凝结成她再次抒发的决心 她会将人类的火种 人类的希望带往遥远的宇宙 如同在黑夜之中点亮繁星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抵达星海的彼岸 总有一天 心这刚才的地板上 除了野人 有趣 不響 缘